好 進一步我們來關心 這是後續的消息 這是富樂的快篩試劑 所引發一連串的爭議 現在持續延燒 食藥署署長吳秀梅 在週一的時候親上火線 他有特別強調的是 大新資訊所提交的EUA 申請產地很明確 就是來自於美國加州的聖地牙哥 不過這種說法 立刻遭到外界有很多質疑的聲浪 前食藥局局長康兆周 他提出他的想法 他說其實國際性的醫藥器材 在做販售的時候 通常會把歐美跟亞洲地區分開 他說這個富樂快篩的製造廠商 艾康公司 應該是由華人所創立的 不過製造廠到底在哪裡呢 這個地方不知道 他說其實富樂快篩 應該不是只有美國的製造廠而已 而且不太可能在亞洲跟歐美 這兩個不同的區域 會賣一樣的產品 因此他說 另外一個部分很怪的是 台灣的貨還要從美國去拉 他說這個部分是違反醫療器材販售慣例的 另外他也提到一個觀點 就像大家都知道這個iPhone是美國的產品 但是其實他們的製造廠商並不在美國 是一樣的 好 當然整起事件其實牽扯到滿多的公司 這當中還有一家叫做邵博士顧問公司 邵博士公司有自清申請富樂EUA的時候 就已經標明是大陸制的 因此引發國民黨立院黨團說 衛福部你很明顯就沒有為全民的健康來把關 因此這個部分 這個國民黨立院黨團就說 很奇怪 為什麼你監察院都沒有來調查呢 好 但是針對了這個國民黨立院黨團 希望監察院能夠競速立案調查快篩案 監院的反應更怪了 監院是發出了一紙聲明稿 新聞稿說希望請各界能夠尊重監察委員 獨立行使職權的空間 而且這當中呢 新聞稿裡頭洋洋洒洒寫了一大堆 還說呢 綜合裁量判斷不受任何干涉 外界不宜指揮辦案 好 當然針對這個監察院發出的這個聲明稿 其實也被大家罵翻了 時事評論黃陽明他就說 監委你不是看到政治案件 都搶著主動調查嗎 為什麼這一回看到攸關民眾權益的 黑心快篩案 還在那裡說外界不宜指揮辦案呢 真的是好大的官威啊 好 另外呢 監院的這份聲明稿 PTT的網友也怒囉 有人說 你領的是納稅人的錢 難道我們不能監督你嗎 好 呼籲快查就是指揮辦案嗎 難道是黨才能夠指揮嗎 好 還有網友話說得很酸說 不好意思 吵到你真的很對不起 當然針對這回的風波 其實借文吉大使 他針對監察院發出的這幾聲明稿 也有他的分析解讀 審核的時間又非常的快 我記得我們就是 像我們BNT的藥品 從美國天裡條 從國外天裡條條 就運到台灣 他還要我們的衛福部還要檢查 還要封肩 還要封肩 一搞的時候搞了兩個禮拜 人家那些全世界合格的藥品來 你光封肩就搞了一兩兩 我們多少人在嗷嚎逮捕 準備打疫苗他都給你拖 這種重要的事蹟也會有這麼快嗎 我覺得一個申請案 譬如說這個10天之內他就通過 我覺得申請到最後10天之內通過 我覺得這裡面其中必有詐 全世界都看到病端 只有監察院沒有看到的話 這個監察院應該關門了 而且那個監察院的院長 我們已經多久沒有看到他了 他領薪水的時候也不出面一下 他每一個月要領一次薪水 他到底在幹嘛 我們上次聽到消息 我們上次聽到消息 就是他拿了500萬 去做監察院的形象工程 然後交給一個綠色的一個公司 公關公司 結果什麼事沒幹 就拿了他監察院500萬 我們上次聽到消息 那是可能半年前了 他到底在幹嘛 外界不會指揮你辦案 可是外界會告訴你 這個社會已經鬧翻天了 這個政府已經無法無天到極點了 你難道沒有看到沒有聽到嗎 外界是有權利這樣做 你成立案以後你就去辦 我們不會告訴你說怎麼辦 怎麼辦你們裡面又有調查員 監察院體制非常大的 那麼多監察委員 然後又有調查人員 然後他們跟準司法權 可以把當事人都叫去一個一個問案子 我們繼續來關心這是疫情相關的消息 現在之前有很多人在討論說 有所謂的無敵新星嘛 不過接下來這則報導就要告訴您 無敵新星失效了 因為新冠肺炎確診 還會遭到多次感染 在國內二度染疫的人數 目前已經來到了1508人了 醫師提出了國外的研究數據發現 Omicron重複感染的風險是Delta的16倍 而且不只會二度感染 甚至還會三度染疫 Omicron傳染力強 還有重複感染機率 根據指揮中心統計 國內二度感染人數已破1500例 根據英國統計 Omicron重複感染風險是Delta的16倍 國外研究也顯示 第二次感染機率是12.29% 第三次0.76% 而且重複感染對於肺臟心臟 及神經系統都會有影響 Omicron有可能你的 你等到100個感染 其實有20個可能是再次感染 沒有20個真的是第一次感染 所以再次感染 其實是一個很常發生的事件 國外數據更顯示 第二次確診平均間隔是79天 第三次縮短為65天 隨著重複感染次數增加 間隔時間會更短 而且重複感染六個月內 死亡率 住院率也會攀升 出現後一陣的機率會更高 最主要就是說 Omicron它本身並沒有保護力 也就是說你感染到Omicron以後 它並沒有辦法產生 足夠的抗體來保護 下一次不會再感染再發病 國外研究報告更指出 第二次感染產生後遺症的機率 超過兩成 第三次以上後遺症發生率 會比第一次高出四倍 面對B.A.4及B.A.5威脅 一是提醒如果想避免重複感染 最好的方式還是盡快接種第三劑 若符合第四劑資格 也要盡快施打才能提高保護力 記者周天杰 陳嘉倫 台北參訪不到 恐怖的MIS-A的死亡率 竟然比確診還要高 現在已經成了確診者的夢魘了 好 研究發現21歲的男性朋友 最容易感染MIS-A 而且這個致死率 還是兒童的十倍 至於讓人捉摸不定的 長心關後遺症 則是以50到60歲的女性 風險最高 比男性還多了20% 確診後引發MIS-A 死亡率比確診B.A.2還嚴重 研究發現這種成人多重系統發炎症 特別好發在年輕族群 尤其是21歲的年輕人 高達7成病發的都是男性 一般而言確診後三週以上 會出現MIS-A症狀 高達96%會發燒 判斷的兩大條件 就是觀察是否出現發燒和發炎症狀 MIS-A最容易造成心臟 腸胃 還有神經系統三個器官損傷 醫師說想要預防MIS-A打疫苗 就是最大關鍵 確診後不只有MIS-A風險 也容易有長心冠產生 最高危險群 竟然是50到60歲的女性 另外確診第一週 就出現五種症狀的人 或是慢性病患等 也都是高危險群 女性荷爾蒙如果都是不夠 或者是說她不平衡 比較容易得新冠 也容易得長心冠 長心冠 那在女性感受是比較強烈 甚至比男生高出20% 50歲以上的女生 又有點接近更年期 對於整體內分泌的感受性 會更強烈 50歲女性 21歲年輕男性 讓長心冠和MIS-A 特別容易找上你 三劑疫苗打好打滿 才能安然度過危機 記者 彭琳佩傑 台北採訪報導 自己的傾銷工作要做好 所以我再次給大家推薦 旺旺水神機 有一種比較大的 一種這個霧化器 大的霧化器它大概有4公升 小的地方像這2到3瓶左右 你可以買這種小型的霧化器 怎麼買呢 來 這邊有個QR Code 買的話請你輸入 CTI285